好來我們來問一點小問題 回答下列問題 這都很簡單 但考過喔 雖然他感覺很愚蠢啊 很簡單啊 可是考過喔 考過喔 停車戰界問 你的汽車叫個碼表 碼表上會顯示你 現在有多快 請問你那個多快講的是速度還是速率 那個多快講的是速度還是速率 停車戰界問 Number one 以後 好沒關係待會再吹兩個男人就好了 以後 提供什麼 速率 你說速率嗎 你說速度嗎 你說速度 請坐 你說速度 答案呢他叫做 為什麼 那個多快就告訴你現在你騎到 飆到 時速130 有方向嗎 沒有啊 你往來換都是130啊 這個沒有方向性啊 速度是有方向性的速率是 沒有方向性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叫做速率 不叫做速度 請問你 那不是有平均跟順時嗎 那那個顯示你 顯示說 哇 130啊 不要 太飆車了 慢一點 40好了 請問你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順時的還是平均的呢 那個要順時的 剛才抽了兩個女生 所以現在要抽兩個男生 這個帥哥男舞喔 有喔 3-1 3-1 3-1 順時的喔 對喔 沒錯啊 當然就順時嘛 他顯示的是你現在有多快嘛 現在嘛 不是從你從出門那個沒發動開始算起那個 有多快啊 所以他是順時嘛 他不是平均嘛 他不是平均嘛 OK 啊 高速公路上速限每小時100公里 啊 請問你他限制的是平均速率還是順時速率啊 他限制的是平均還是限制的順時 我們說要抽兩個男生嘛 所以這個還是要抽大帥哥 這個大帥哥 這個大帥哥叫35號 3-5 3-5 站好 答案 順時喔 請坐 順時 第一個他就是限制快慢而已 沒有管方向 所以他是速率 他限制的是你現在這一秒 現在這個時刻 不可以超過 任何 但他其實是任何 理論上是任何時間都不能超過 但是他最主要是看你這個時候有沒有超過 所以他是所謂的順時 順時 OK 最後一個 那你萬一超速了 被人家咔嚓照一張照片 他會告訴你說啦 速限是50公里啊 你現在開到62公里啦 他們沒有超過20公里啦 違反什麼條例啊 要罰多少 要罰錢啊 那請問你那卡叉 照片上所顯示的 你現在時數有62 他顯示的是順時還是平均 他顯示的是順時還是平均 好了 兩男兩女都結束 這樣可以隨便抽了 現在理論上就隨便抽個一男一女隨便啊 好可愛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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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什麼 順時 順時 請坐下 那個叫做順時 就是 他拍的是在咔嚓拍照的時候 你開得有多快 所以那是順時 那個瞬間 那個瞬間 所以他叫做順時 講過了這是一個簡單小問題 但是是考過的 考過的 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明白 OK嗎 OK